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施政报告宣布 推动教育发展 打造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 成为重点之一 无论从基础教育 以及大专学术研究 香港究竟是否具备条件成为国际教育枢纽 而发展创科教育 以及增多非本地学雅 是否是其中必须注重的方面呢 欢迎收看《时事大报解》 光发比的新一份施政报告 很多重点大家都关心 其中有一个有人认为是新的说法 我觉得未必 就是说香港要打造成为国际教育枢纽 怎样看这个教育枢纽 和以前说的八大中心的关系呢 香港要做国际教育枢纽 具备什么条件呢 请嘉宾和我们谈谈 今天我们的嘉宾 教育局副局长施晋辉副局长 是 请长官你好 虚副局长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 你一听 这个叫书楼的提法 好像有别于我们所说的八大中心 这里其实也有关系 不过我们总不能够自己 在中央文件上将它变成九大中心 不能这样 是吗 是的 其实八大中心的定位 是需要人才的支撑 所以我们提到教育枢纽的发展 正正就是要支撑我们香港 在国家的八大中心定位之下 我们做好一个人才的培养 去支持八大中心的发展 是 那其实 我可以说 有些人说是新的说法 其实 我看看内容 比如科教兴国 这四个方面 以前的施政报告 都有类似的提法 对 没错 我们其实今年的施政报告里面 提出的教育新措施 都是延续过去一年的发展的脈絡 科教兴国正如崎sir 你说 就是科等于创科的发展 教就是我们教师专业的发展 兴就是正如习主席所说 青年兴即国家兴即香港兴 其实我们是希望为同学 为青年人创设更加多的发展空间 发展机会 包括我们发展高等的教育枢纽 或者是职业专才教育的发展 其实都是青年兴的一部分 最后就是国 国是说我们的国民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 爱国教育 这四方面 其实四大板块 正正是我们都是配合国家 一直强调在教育方面 我们要科教兴国 要建设成为教育强国的目标 说到底 这个教育枢纽 既然说教育 是落实到人 是 特别落实在年轻人 所以 这个枢纽 其实直接 我们的检验成不成功 从KPI角度来说 其实就是人才 人才的打造人才 是这样理解 是吗? 没错 在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上 大家都知道 我们香港虽然一个弹圆之地 七八多万的人口 但是我们在国际上 也有好几间 享负成名的高等学府 根据不同的国际排行榜的排名 我们香港都有五间的大学 打入世界的头一百名 这个的表现其实是却越的 是 怎样我们可以更进一步 用好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势 去贡献国家 可以做到国家所需 香港所长 这样去贡献呢? 其实我们香港也是一个国际的城市 高等教育的发展 都是离不开国际化和多元化 这两方面 所以今年的施政报告里面 也都提出了 我们会将那个非本地生 占在工营的资助大学 那个的百分比 由百分之二十 那个上限由百分之二十 提高去到四十 所以这个是会一个抗充抗容的 令到有更加多的空间 我们的大学可以去收多些 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 包括内地 包括内地 亦都是一带一路完善的国家 或者地区的非本地生 亦都可以令到我们的大学 更加国际化 对于我们本地的同学 都有所悲逆 因为他们可以留在香港升读大学 都可以接触到 认识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优秀同学 大家可以从同侪的交流之中 是扩阔国际视野 现在讲到一个非 本来我们也不一定 立即去到这么具体 不过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 所谓非本地学压 有没有一个设定 即是有一个界线 要不然你 例如全世界 那么多地方 你说中东也好 东盟也好 之类 你增加下去之后 落实到那几百个 即几千个位的时候 你一分势可能很少 会不会最后 因为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佔比 会不会都是内地最后佔比最大 因为内地去留学 去不同地方升学的同学 的数目都是多 其实正如蔡局长在上星期的 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里面 也提到 其实来自内地的同学 佔百分比的比例是多些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但是在香港的层面 其实我们同学的来源 都很多样化 例如我在施政报告公布 当天 其实我本人都是在阿联邮 在迪拜那里出席一个 国际的教育会议 我也把握机会去到访 当地的中学去介绍 我们一个施政报告里面 提出的新措施 其实不少的同学都 对于来香港升大学 升读大学是有兴趣的 以往他们认识比较少一些 特别是其实 譬如在迪拜 他都有为数不少的国际学校 在那边 本身那些同学 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来自不同地方 当中有一部分 他们想是将来的事要的发展 都是离不开中国 离不开亚洲 是确实有以来 香港有同学还问我 香港是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行山 很好 其实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给多些资讯 接下来特区政府 连接我们 除了教育局之外 我们在不同地方 有住海外的经贸办事处的同事 加上我们的大学 可以做多些对外宣传 推广的工作 你说起中东 有一位朋友上来都是专家 上来 透露一个数字 是 证明中东那边 你讲起教育 可能那个空间还很大 是 我不知道他的数字 准不准确 他说中东 现在在香港读书的 就读的学生 其实只有两位数 很少 在香港开公司的企业办事处 可能更少 就是说现在的现状很低 不过空间很大 没错 这也是我认为熟实 没错 没错 其实另外我们也有提供一个 叫做一带一路奖学金的计划 正正都是有一些特定的地区 包括刚才有提到的东盟的国家的同学 可以来申请 其他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同学 都可以有申请 今次在施政报告里面 我也公布了 会增加一带一路奖学金的同学的数目 得奖人的数目是百分之五十 是 说起这个非本利学压 刚才我们也谈得集中在高等教育 实际上我的理解 就算你看到目前的状况 香港教育被受关注和吸引 都不仅是高等教育 所以非本利学压 现在你看到很多内地家长 现在变了一个潮流 小学中学都会来到 刚刚香港说的 学生人数减少 现在很多内地家长都涌过来 就是要入学小学中学 所以非本利学压的概念 可能不仅是高等教育 因为香港的教育 都是在一国两制之下 有它独特的地方 而且某程度 可能和国际接轨 特别是高等教育 会更加直接一些 这个也是一个 我这个想法 不仅是高等教育 变成整个教育系统 我们也说你教育算了 就不仅是高等教育 你基础教育也要说 是 基础教育 如果说内地的同学 他们就有一些规定 未必可以直接过来香港 去读我们的本地学校 可能因为本地的课程 设计也不一样 现在尤其是看到自从通关之后 多了同学过来 可能是透过我们的各类 吸引人才的计划 包括高才通 优才计划的同学 或者同学的家长 他过来香港去工作 或者就学 他要来找工作 家庭要过来 一个随行的子女 家庭也会跟过来香港 子女在香港读中小学 幼稚园 确实这个对于我们的生源 虽然本地的出生率就下降 但是其实都会补充到 我们的学生的来源 所以对于我们的基础教育 的发展都是好事 另一方面就是 其实香港我们有54间国际学校 是 基本上要说的什么 数多出都有 基本上很大部分都会有 尤其是一些有国际认可的高中课程 都在香港都有提供得到 这个也都对于香港吸引人才 或者包括我们来自内地的同学 他可能都会多一个选择 因为来香港可以读我们本地课程 就是DSE课程 如果他想去选择其他课程 甚至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间的学校 是将会开办内地的课程 亦都会在香港我们会有一间 就是以内地课程为主的一间 非本地的课程的学校 但是现在你看到的趋势就是 不仅是国际学校 就算DSE的课程 就是我们正常香港的课程 都很吸引内地的课程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还有没有一个需要 例如你刚才提到的 那些类似有些接轨我内地课程 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也有的 我们跟一些例如中资机构有沟通 都知道有一些外派员工 他可能在内地的分部 会调派过来香港 工作两年 四年 他们子女的教育 其实他未必一定可以 一直留在香港去读到中学毕业 可能他读一段短时间 又会回到内地 需要咸接 咸接方面就可以有其中一个考虑 如果在香港读到内地的课程 回到内地 又会容易咸接 对 说下去很多话题都值得讨论 我先喝杯茶 回来继续聊天 好 欢迎继续收看《时事特报解》 我们今天是嘉宾 教育局副局长施晋飞 师傅局长 这个创科兴国 去到创新科技 有个问题就是 香港的创科 我们都承认 起步比较慢 就是政府有这个创新科技局 现在叫创新科技局 当然叫科技局 都是十年来的事 所以是那些发展不是而且要建立时 即是只能移动的 你从基层的基础学高等 直到高等出人才 直到科学家 有科学创科成品 那条路是很长的 所以这里有没有一个时间的急闭性 等得你從小一到大學十幾年 整個世界的發展 我們等不等得及呢 我們在人才培育確實是要時間的 同學有很多時候 例如對創科的興趣 都要由小開始建立 人才不會說忽然間在石頭爆出來 我們其實今年施政報告 其中提過一個措施 就是在小學開設一個獨立的科學科 過往是有的 但是今天的做法 我們在小學就是一個常識科 我們考慮過 都是需要在小學的階段 開設一個獨立的科學科 亦都加入一些現在真是新興的科技 最新的一些前沿的科技的發展 包括是航天科技 地球科學等等 這類一些比較是科技應用 相關的知識 我們想從小開始 讓同學有一個比較廣闊的涉獵 從小開始提高他們對科學的興趣 因為其實在小學有一個基礎 有一個基本的認知是好事 因為去到中學就很快 高中的時候他有個選修科 究竟是走哪個方向呢 然後他在中學階段的進階學習 又會影響到同學去到大學 他會選修什麼科目 現在我們在高等教育上是有KPI 有職效的指標的 正如我們在上一節說到 因為有八大中心的定位 亦都很強調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 所以我們跟Steam教育相關的 就是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的科目 我們現在希望去到在未來這幾年 在大學可以佔到35%的畢業生 都是跟Steam學科相關的人才 如果是說從八大中心 希望去到60% 我們在大學裏培育出來的同學 都是跟八大中心的定位相關 所以這個正正解釋到我們整個人才培養的策略 亦都是跟八大中心的發展是扣連的 例如去到說國 就是你剛才提到國民教育 是 外國主義教育 國家安全教育等等 沒錯 我留意到就是 最近這個資政報告講到 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主義教育法 用的詞就叫做對接 就是對接 就不是用一個所謂執行貫徹這個說法 是用對接 亦都留意到就是 作為全國性法律 這條法律就沒有像其他國歌法 國旗法一樣 在基本法第三附件三 列為香港要落實的 執行的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這裏面都是有一個很精細的 一個很審慎的考慮 是不是這樣呢 是的 其實我們 由看到10月24日 在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主義教育法之後 第二天公布的資政報告裏面 已經有一個專章提及外國主義教育 如何在香港更加新入的 更加廣泛去開展 其實我們看到外國主義教育法 是面向全社會的 當然我們教育局的層面 我們希望做好學校的教育 我們看外國主義教育都包含方方面面的 裡面包括憲法、基本法的教育 國家安全教育 也都包括國家的地理、歷史、文化、國情 以及剛才請sir說到國旗的教育、國歌的教育和國徽的教育 所以當中有不少的工作 都是以往我們一直有開展去做的 而今年的施政報告裏面 我們提出了在學校的教育 會循著再有三個方面進一步去推動落實 包括強調教師的培訓專業 因為教師都是在我們要做好外國主義教育的關鍵所做 即是教育者誰先受教育 沒錯 另外我們有提到在小學會開設一個人民科 其實都是在原有的常識科的基礎上面 我們設一個叫人民科 當中會加入多一些的增潤了國家歷史 國家地理和文化的元素 就放進去裡面 第三部分會有不同的一些更多元化的活動 體驗活動我們計劃去開展 我們六十多間官立學校 其實去年已經開展了一個叫深系加國的系列活動 今年就會再連同不同的學校議會 加上有我們一些香港的辦學團體 主要的辦學團體 開展我們會有比較大規模的十八項 更加多元化的活動給同學去參與 甚至不單止同學參與 公眾人士、家長都可以一起去參與 說到這個外國主義教育 裡面有一條施政報告說到 有五十間學校 重點是要做試學的 有些人反映了 哇 政府要來檢查 試學就是來檢查有沒有做到 這個是不是也不是… 我自己教過書 課室裡面的課程教學是一個專業的範疇 你又不輪到政府去插手 但是你政府對這件事要介入 要參與 可能最直接的就是做得到就是做試學 我這個理解有沒有錯呢 其實試學我們就在不同學科 或者不同的學習領域都有做的 一些重點試學的工作 其實都是教育局行常的工作一部分 其實目標都是從質素保證的角度出發的 我們亦都希望是支援學校 如果在講我們學校做國民教育 或者國家安全的教育工作方面 其實過去這一年多 我們教育局的同事都去了全香港 開辦本地課程的中小學 就我們是做一個叫做國家安全教育 道校工作方 今年施政報告也都說了 我們會再深化這個工作方的內容 那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們會有同事去到一間學校 就跟學校裡面的校長老師去討論 怎樣更加好好做好他們的愛國主義教育 這個是從一個支援的角度出發 當然試學的意思或者重點試學就是 我們希望去都了解多一些 因為其實學校都有一個自評的過程 試學就是一個校外的一個評估 我們可以有些反貴的意見 給多一些的提點意見學校 是如何再進一步完善他們這方面的工作 說起這個愛國主義教育法 我也留意到就是 剛才你也說了 我也同意就是 它比較側重於社會的教育方面 去到學校校園裡面的 專業的教學方面的介入 就相對少一些 相信香港來說 就可能更加關注到 教師、教學、專業的那部分 就不一定由外人去 就是有外面的因素來支配、影響 所以這裡我覺得是 可能是一個很小心的安排 就算是社會教育 就是社會方面的教育 畢竟香港和內地 就是大家的做法、方式、方法 都可能有些不同 所以為什麼不列入全國性法律 我覺得整件事都是一個很審慎的考慮 這是我的理解 沒錯 我們其實在學校裡面 如果說推動國民教育 都很有系統的 就是每個學科裡面 譬如我們說國家安全教育 有15個學科 我們有一個課程框架 是公佈了 當中也提供不少的教師培訓 教育局我們也製作很多的教學資源 給學校去用 其實在學校裡面 它都是一個規劃落實 然後去做檢視的一個過程 都是持續去檢視自己的地方 究竟在教學上面 有什麼地方可以完善 而我們也有一個叫做 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 其實都是幫學校去理解 不僅在外國主義教育上面 也是整體在學校裡面的教育 不同學科的教育 它是否達到我們的課程目標 其實這也是一個必須的 我們認為是需要有的一個過程 但是我們在過程之中 都是繼續盡力去支援學校 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教育的目標 或者整個培育人才的目標 都是當然是立得樹人 這也是教育裡面的終極目標 與此同時 其實不僅在教育 我們整個社會 都是希望弘揚中華文化 去建立到 以愛國愛港為核心 一個主流價值觀 以及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體系 好 時間多了 多謝施俊輝副局長和我們的見解 謝謝 時事大波解 下回分解 謝謝